腰酸、筋骨疼痛 民众除了到医院就医接受治疗外 也有不少民众会选择到养生馆、国术馆 去接受按摩、推拿条理 为了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技能 劳动部今年推动传统整副推拿技术证照 民众只要接受18小时的课程 就可以参加考试 但医界召开记者会表示 整副推拿应属于医疗范畴 这证照名称容易让民众造成混淆 医界表示民族人员是消除疲劳的手机业者 专门从事观光休闲服务 并不具有医疗专业 但很多人却擅自执行医疗行为 并用夸大不时广告招揽客人 连带造成不少消费纠纷或伤害 从97年到107年 经法院判决案件就有102件 但卫福部却将传统整副推拿 来做技术诗名称 建议应将名称改为民俗条理技术诗 面对医界质疑 卫福部表示为了避免技术是发振后民众误认为医事人员 将要求从业人员应在职业场所明显处悬挂民俗条理业管理规范 以及民俗条理人员工作伦理守则 并会加强稽查 也将喊请劳动部 未来制定民俗条理管理专法时 在技术试证加注民俗条理字样 供民众辨识 原始新闻综合报导